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面我们读到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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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总的 李宗盛 讲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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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这种大经 机会 讲这种大经 机会越来越少了 为什么呢 从前 从前 四院丛林讲进 第一下是出家人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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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也著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知道纲领是什么意思 现在这个行政机构里面叫一级单位 一级单位 三个部门 这三个部门用现在学校里面呢 教育 训导 总务 中国从前寺院从零也是这三个之五 但是名字不是现在这个名字 名字叫首座 首座就是叫 官教学的 唯诺现在叫训导 从前寺院里面的唯诺 现在寺院也有唯诺 唯诺是干什么呢 罚会就是敲打尽的 从前为闹是管秩序的 管训导的 另外 管事务的总务 那时候不叫总务 叫建院 叫当家死 这个建院是管总务 你看看跟现在学校 现在学校名称不一样 教育 所以从前从年的组织 这个职务跟现在学校还是相同 那么首座和尚不是一个 有好几位 分座将近 那就是同时可以开几个不同的科目 不同殿堂里面 收座 有共同科目 有不是共同科目 所以丛林 规模就大了 但是教学 宗旨还是一门深入 常识训绣 哪是共同科目呢 戒律是共同科目 常识训练是共同科目 那是新门 解门里面 有学化验的 有学法画的 有学法相为实的 有学薄弱的 那你一定分开教室 那你一定分开教室 你学什么就进哪个教室 由首座和尚 教导 红发人才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富小座 法师 每一天讲 讲完之后 学生复讲 用这个方法 富小座 复讲 好的 培养他 做奖金的法师 奖金人才 代代都是这样培兴出来的 那么这是讲的一般行门 出这个之后要修行 那这个这个解门呢 是修经教 行门 大概就是分 两个堂口 就是两个大教室 一个禅堂 一个念佛堂 对半呢 是少不了这两个堂口的 你喜欢念佛的 你故意念佛堂 有堂主指导 你喜欢参禅的 有参禅 古时候的丛林 丛林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释迦牟尼佛的时代 没有 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只有奖金 学生们 研究讨论 至于修行 那是个人自己的事情 没有在一起共修的 这个在一起共修的 这是中国佛教的特色 麻族 建丛林 贝障立清规 麻族贝障 是中国禅宗 第八代 我们知道 惠能大四是第六代 照中国世俗来说呢 他们是惠能的徒孙 丛林是从他手上 建起来的 换一句话说 正式 本学了 走向制度化的 教育 在这个疫情 没有制度 就好像是私俗教学一样 这个时候 正式有了规模 有了制度 我初接触佛教的 方东梅先生 常常给我 看这场事情 他的看法 佛教 如果能够再 他老人家的看法 现在这场事情 非常艰难 难在哪里呢 难在人才没有了 不但是 古古宗派 戒行的人才 没有 古中国派 没有了 进途中 戒行相应的人才 也没有了 古人说的好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那你要是 把这个道 兴起来 第一桩大事情 就是要培养人才 才真正能 续佛毁灭 所以今天 佛门 第一桩大四 是什么 是培养人才 佛门的人才 难求啊 难在哪里呢 跟世间人才 不一样 世间大学 培养个波斯生 不难 佛法里 培养个人才 那叫难上 秦天 什么原因 要没有自私自律 要没有明文立扬 要没有贪嗔痴慢 要没有对五欲六成 享受 这个念头 你说这人才 多难消息 千万人当中 一个都找不到 这个现象是什么 我们修佛的人 心里明白 众生没福 众生不修 众生有福 众生修福 这种人才就出现了 这种人才是什么 祝佛菩萨再来点 所以 感应道教是大事情 众生要有感 佛菩萨就有怨 不是佛菩萨 是凡夫 做不到 现在这个社会 能离道德 完全废除 没有了 佛法的沉船 也已经中断了 重启炉灶 贪火容易 这个事情 我也常常说 求人 到哪儿去了 真正学无聊的 要晓得 求人 不如求己 求己 我不行 我没有条件 当年 李老师 叫到我 我也是这样的 跟老师也是这样想 我没有基础 古书 念得不够 经文展现在 面前 看不懂 我怎么学 李老师 李老师传给我四个字 智诚 感动 我们在末法时期 身在这个环境里头 发心 红发力 调研 条件要通 事出事件法 事出事件法要靠我们学习来通达 来不及了 我们读书求学的年龄过了 所以 三十岁以上 就补习了 三十岁以上就补习了 亡羊补老了 四十岁以上 四十岁以上不能学习了 你爹习气通通养成了 所以是习惯乘自然 我接触佛法的时候 二十六岁 太迟了 跟李老师的时候 三十一岁 再聊李老师回下一年半 非常感慨 学习的时间过了 拼命不写 那么我好在 过去清静张家大师三年 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 看破 放下 从不失下手 改毛病 改习气 一戒为死 以苦为死 我在那个时候 能吃苦 尤其是我知道自己 过去深中 没修复 没有佛报 多少看相算命 都是我的命 我相信 我一点都不疑惑 所以在这一生意识当中 没有欲望 没有希求 真的只有一个念头 念佛 求生净土 但是那个时候 对净土 信心 不深 这个不深的原因 就是对于 金教 有浓厚的兴趣 所以走上 讲经红乏 这条路 我跟诸位 报告过 我是讲华严谨 才相信 净土法门 肯定净土法门 断义 身心 民国六十年开始 花严金 断断续续的 前后将聊 十七年 那一段时期 常常出口 我想到 大概每年在台湾 只住三四个月 这个华严谨在台湾 实际上一年 讲的时间 并不长 不会超过三个月 而且一个星期 讲三次 每一次 我记得是一个半小时 所以十几年 花严讲一万 八十讲了一半 四十也讲了一半 以后 李老师往生之后 我就开讲 无量寿经 花严 不想讲了 为什么呢 抨击情绪四处 无量寿经 即是中本花严 讲得好啊 花严谨 末后 圆满成就 是十大愿望 倒归几路 无量寿就是几路 换句说 花严谨到最后 倒归无量寿啊 无量寿是花严谨的总结 我得讲这一份就好了 这个念头主义就改了 不想再讲了 这是以后遇到 开心法死 台南的 波罗金社的 开心法死 北京的 黄念祖老去死 最后是 韩广长往生的时候 在病院里面 等于说 三个人齐心 希望 把这个经 讲一遍 这个样子 才第二次 我们大家 有这个缘分 来在一起学习 学习确实有好处 真的是教学相长 这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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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恒心 烦恼亲指挥长 这手机 让我们了解 祝福福菩萨所说的一切法 一切法 一切法的真相 就如菩萨所说的 一终皆无量 这个义 不是专一 不是独一 是任意 我们在前面 都过 前面经文 你们也看到过 微尘里面 有世界 这个是波斯伊的境界 现在科学家 借用科学仪器来观察 现在这个 术语里面 成夸克 物质里头最小的 比例子还要小 是不是佛家讲的微尘 这个是不得知 佛家讲的微尘 是决定不能够再分析 再分析就没有了 所以 那个微尘也叫做 灵虚尘 虚实虚空 跟虚空做了邻居了 决定不能再分析 再分析就没有了 佛用这个话来形容 但是 这个佛经里面是讲微尘 没有说灵虚尘 这个微尘 是不是灵虚尘 这很难说了 微尘 还能分 分成七分 七分之一 微尘的七分之一 叫四居继位 四居继位还可以分 再分成七分之一 成为灵虚尘 那我们就不算 不讲这个极为之为 不讲色居继位 就讲微尘 佛告诉我们 阿罗汉的天眼 能看到微尘 但是色居继位 阿罗汉就看不到了 我们假定 就是用微尘来说 阿罗汉能见 这个微尘里的世界 微尘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跟我们外面大世界一模一样 这个不可思议 微尘里都有世界 而且 佛在这个境上告诉我们 普行 菩萨能入那个境界 每一列微尘里头都有世界 为什么 发心 发性 发而如是 没有理由 发性里头没有大小 所以普行菩萨 入微尘里面的世界 世界没放大 微尘没放大 世界没所小 那普闲 菩萨能入 微尘世界里面 还有微尘 那个微尘里头又有世界 给主说 这个世界 统统无尽 无尽的 诸佛如来 如尽 无尽的发脏 无尽的众生 无尽的伐计 无尽的察处 我们没有办法思量 真的是不可遂 那么这是家世界 微尘里头有世界 我们这一个身 有多少微尘 身是微尘集聚的 多少个微尘 集聚成为一个细胞 所以一个细胞里头 就很多微尘 我们现在讲 分子 原子 电子 粒子 现在讲这些东西 科学家虽然发现了 并没有发现里头有世界 只知道这个东西的性质 有四大 这佛法里面讲 这四大了 这科学家发现 四大是说 地水火风 这个是微尘的性质 说地大 地大就是 它是一个物体 虽然很小 确实是物质 地代表的是物质 水代表湿度 火代表温度 它有湿度 它有温度 风代表它是动的 它不是静止的 它是在运动的 所以地水火风 死大了 是讲基本的物质 佛法里面讲 微尘的时候 它有这四个现象 那么现在科学里面 不是讲地水火风 科学讲是物体 化科是个物体 最小的物体 它带电 它带阴电 阴电是湿度 它带阳电 阳电是温度 它确实 它是动的 这就是说 基本物质 这个四大的特性 现在科学家证明了 除这个之外 它还有本能 这是大臣经上讲的 温文就知 这是发现的 德能 无论再小的物体 都有温文就知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 我在请你 看一本 台湾翻译的一本书 旷野的声音 旷野的声音 内容呢 讲 介绍澳洲 土著 土著懂的 知道 人身体 每一个细胞 有温文就知 他们的同伴 有一次 在旅行的时候 不小心 跌到这个 山野的下面 二十多公尺 摔下去了 腿摔断了 严重的固执 好不容易 把这个人救上来 这救上来的土著 让他躺在地上 给他治疗 治疗的时候 不适用药物 是用什么 唱歌 安慰他 安慰每一个细胞 鼓励他 诱导他 回复到他自己工作岗位 真有效 他是这样三个小时之后 他这个这股 自动就输到肉里面去了 到第二天完全回复正常 跟大家一起旅行 若无其事 写这本书 是个美国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医生 他看到这个非常惊讶 这是什么 这我们晓得 每一个细胞都有 建文旧质 不但每一个细胞 组成细胞的每一个原子 都有建文旧质 他们懂得 他说从那么高跌下去 跌伤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这些细胞受了惊吓 于是文安慰他 劝他 不要害怕 恢复正常 他就真听话 真有感应 这个道理 日本江本圣博士 用这个水借金的实验 可以解释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原子 每一个粒子 都有建文旧质 换句话说 他能见 能听 能觉 能知 我们以善意 对待他 他知道 他的反应会非常好 所以很快 他就恢复正常 我们今天不如屠珠 什么原因呢 刚刚从这个金山念古 没有信心 不相信 前面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这个 黎章哲说的好 在黎章哲开示 这个文里头 他讲什么呢 凡夫 不肯认自信 是不动之 不肯承认 所以没有办法 建立 建立 新鲜 又说了 若不信 自信 云是不动之 不肯承认 这话说的太好了 你不相信吧 欧洲 欧洲图著 他为什么 写出那样神奇的 这个艺术呢 他相信 他相信每个细胞 他相信 组成细胞的 每一个原子电子 他不懂得什么 叫原子电子 统统有建文确实 统统懂得人的意思 这个受伤的人 自己要有这个意思 善意 希望他们赶快回复 旁边又有人帮助 不断地在安慰 再提议 再劝道 安抚他 惊吓 恢复正常 然后再叫他们 过过回到自己工作岗位 我们一般人 太神奇了 太不扩思议了 这哪有这种道理啊 是有这个道理 道理太深了 你们能发现 那这个我们讲 宇宙的真相 再说 宇宙之间 任何一法 为什么呢 它的离体 是法性 法性是圆容 法性何一能圆容呢 法性无限 自然就圆容 能通一切法了 一切法是一个心 一个体现 所以 一切法都能解 论员会上 师尊说 一根还原 六根 就互通了 我们修学 无论哪一法 法法 皆妙 金刚 般若上讲 法门 平等 无有高下 就这个道理 一法门通达 一切法门 都通了 所以古人讲 一金通 一切金通 一切法门 如了 门门 就如了 一切诗 都 都解释 任何一法 佛经里头 任何一句 任何一字 这是佛说的 无量节 也讲不完 为什么呢 他同一切法 也不仅 同一切金 前一年句 是讲现象 后一句 给你讲 理由 了 比 互生 起 一法 不理一切法 一切法 不理一法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不了解 彼此的关系 了解彼此的关系 这个是 祝福如来 当成 无所谓 无所谓 是 祝福如来 所以我们常说 说佛 佛讲的是什么 佛 讲的 我们总归 接起来 不外乎 三种事情 第一个 人与人的关系 第二个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第三个 人与天地归神的关系 彼此互相 你现在不平等 你现在不和睦 你违背了法性 你违背了自然法则 这个话我说的多了 所以 古圣献行 祝福菩萨 经教里面 所有的善德 通通是 本来有的 而是我们迷失了 劳雷这些 祝福菩萨 神行 大慈大悲 为我们提起而已 提醒而已 现在时间到了